欢迎来到飞碟午餐 我是尹乃金 好我们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呢今天还是呈现一个跌的格局 虽然现在呢跌幅不是很大 现在的时间是12点09分 台股呢是目前是下跌38点76点 指数来到22,943.01点跌幅是0.71% 主要呢是因为呢美股呢受到这个川普 这个即将上台啊他的减税政策 提高关税呢必然会增加这个财政赤字啊 所以会增加这个政府的借贷啊 所以使得短期的公债殖利率呢飙升啊 那这样子呢当然就是跟股市呢就形成了一个拔河啊 呃昨天的这个美股呢 是都是道琼工业指数S&P500纳斯达尔指数 费城半岛底都跌虽然跌幅不大 但是都是下跌啊 呃所以也影响了台股啊 然后目前呢 呃亚洲主要的股市日经二五指数呢也是下跌 就是亚股也都是全面的下跌 亚股全面下跌对不对 对从鹿港股然后到新加坡 哎新加坡是小涨啊 新加坡股是小涨了2.01点 那其他都是下跌啊 呃好我们看这个日经二五指数呢 是下跌了366.92点 跌幅是0.93% 指数来到39009.17点 香港恒生指数呢是下跌了119.93点 跌幅是0.60% 指数来到19726.95点 上证指数呢下跌了几乎是平盘了啊 下跌了0.17点 跌幅是0.01% 指数是3421.80点 深圳城址呢是下跌了73.78点 跌幅是0.65% 指数来到11240.68点 好呃首先来提醒您呃天气啊 这个玉兔台风呢 它的移动速度增快啊 所以呃它现在呢 已经是到这个中度台风 我们的中央气象署呢 有可能啊在今天 今天13号嘛啊 在今天深夜呢 呃提前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它目前的中心位置呢 在恒春东南方大约1100公里啊 嗯 这个来朝西北溪来移动啊 本来呢 呃中央气象署呢 是预估明天上午啊 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但是呃依照它现在的行进速度 来研判最快不排除啊 在今天的深夜就发布海警 那至于路上警报的部分呢 呃到现在还不确定啊 是不是呃会发布 那因为受到台风啊等等的影响啊 所以嗯我们接下来呢 就是几天啊 大家都要小心这个呃 东半部的地区还有恒春半岛 还有北部还有南部还有中部山区呢 要小心这个呃间歇的这个阵语啊 嗯要非要请大家这个多注意啊 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呃 国际新闻的一些最新的动态 有关于川普的这个人事命令啊 当然是呃占据了最呃 主要的版面 但我们待会儿呢 再来详细的谈好 我们来看啊 有一个呃就日本啊 在311呃灾区的核电厂啊 呃现在呢呃再次的重启 就是女川二号啊 呃这个女川二号呢 她的核电厂啊 核电厂的二号机 女川核电厂的二号机呢 她虽然在10月底的时候重启 但是呢她后来呢 因为呃机械故障停机 然后在排除故障之后呢 呃今天上午呢 再次重启二号机 预计在呃本月呢 呃会恢复发电 12号12月呢会恢复商转啊 啊那女川呃核电厂的二号机呢 不但是第一座重申的灾区核电厂的机组 也是这个福岛灾后啊 跟这个事故的核电厂同型反应炉的重启的第一例啊 呃现在呢在呃排炭的压力之下啊 呃现在主要的这些国家呢 呃你看这个日本呢遭遇到这么大的呃福岛的核核事故啊核灾 他还是因为这个电实在是太贵了哈 他虽然停了一段时间呢 但后来呢就是陆续的就是重新呃启动这个核电啊 呃在排炭的这个巨大的压力下 而且在这个电力电力需求还有这个电费 你用什么天然气啊或什么电费都高涨啊的状况之下呢 呃这些国家呢都是 嗯都是在就恢复这个核电的使用啊 美国总统拜登呢还正在拟定计划在他剩下的任期 今天已经是11月13号了嘛啊 他1月20号就要卸任了 所以就没多少天的时候呢 他还在呃拟定计划啊要把美国核电的容量 在2050年前啊增加到现在选有的三倍 所以你看哈这个对于台湾来讲难道不是一个重大的政策讯号吗 呃而且呃核电有关于呃发展让这个核电的容量倍增的这件事情啊 嗯这个在川普呢他也是支持的啊 他也是支持的哈 因为呢川普在这个竞选过程的时候他就提到说 呃要先建造新的这个核子反应炉 以便提供像AI啊还有这个资料中心啊 这些吃电怪兽的这个用电哈 所以这个呃美国的呃共和共和党和民主党哈 你看他们在反中上面呢有一致的共识哈 在用核电上面呢也有一致也有一致的共识啊 他们在7月呢就制定立法了啊 帮这个美国的核能管理委员会呢提供新的工具 要来去监管先进的反应炉 然后发放新燃料的许可 而且在评估这个制造方面的突破 用更快速成本更低的方式来新建核电厂啊 那正在呃召开的呃气气候峰会啊 正在召开的这个气候峰会呢 呃对于排碳上面的这个压力呢 也感到这个全球全球上面呢 现在面对呢是越来越深的呃 排碳的这个压力而且那个时钟呢 其实是一直不断的在加快之中啊 再加上呢川普上台之后呢 他很有可能呢再次的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而且他任命的环保署长啊 呃已经已经他任命的那个环保署长呢 根本不根本不是从排碳 非碳的这样子角度干净能源这样角度去讲 他们是川普是要呃大肆的开展 他大肆的开开采石油的啊 要还给呃美国这个石油上面的这样的动能哈 而且呢他大肆的开采石油也可以增加这个就业率啊 呃然后他在这个汽车要恢复美国的这个汽车空业 而且是传统的是传统的油车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其实全球在减碳的压力下面呢是是聚增的哈 那呃台湾呢却依然还在 民进党呢还在这个还在这个方面呢 抱着一个很很落后的啊 很落后的非碳很落后的非核家园的一个概念 现在呢虽然说有一些的迹象呢好像是显示出来 呃不排除了因为童子贤角色的关系啊 他一直大声的几乎是呃要用这个核电好 然后我们的呃台积电呢也喊出来 就是他他现在呢台积电呢在呃全球呢 这些主要的这些的国家的这设厂电费最高的是台湾哈 然后有然后那个呃美国在台协会台海办事处处长 他竟然讲说他鼓励眼他竟然讲说呃台积电呢到美国去设厂 不是因为不是因为呃美国方面的这个呃强力的要求哈 呃战略就是战略风险上面的一种分分分分担的这个布局 不是是因为台湾在用电上面的在用电方面吃紧哇 你看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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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这是什么样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正面的一个讯号哈 就是你你台湾你台湾的坚持呃民进党政府坚持要非核家园 然后要呃停停用核电好呃你不但造成了 你不但造成了我们在用电上面的国安危机 你也给美国找到一个借口哈 这是一个很荒唐的一件事情哈 所以呢呃在各方的这个呼吁之下 好像呈现出来说有一种可能性 他似乎呃民进党的恐怕呢会采取一个不一样的思维 但是我我觉得这可能性是不大的哈 因为呢最起码最起码最起码对于赖清德来说哈 对民进党政府来讲的话他一定要先达成2025非核家园的这个目标哈 哈就算只有就算只有一年哈就算只有一年而且不到一年了哈 就等到核三的那个停都那个机组都停机了之后呢 呃不到一年他也算是达成他的目标了到那个之后哈 他才有可能才有可能在怎么样的一个非常的条件之下呢 去思考呃动用这动用这个和和电哈 这个实在是一个非常荒唐很荒谬的一个做法啊 嗯你让呃和三的这个机组停机 然后之后你不是让他在一个待机的状态 而是开始进进入到除疫的状态的话呢 要再恢复的话那就是就是浪费公堂 而且我们就是在跟这个时间赛跑 然后呃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呃就不断的 呃用用用这个用我们的肺 用我们呼吸这个污染的这个空气来爱台湾吗 然后用这个不来用这个天天然气哈 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国家没有任何的天然资源啊 然后却把我们的这个天然气的比重百分之五十啊 寄托在这个地缘政策风险上面 真是真的太愚蠢了 那个呃 罗伯塞问到说川普上台对中东情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哈 呃我们在呃之前的时候呢也都跟大家呃分析过了啊 这个呃川普呢 他是坚决的呃停以色列的呃 停以色列的啊 而且呢他对于呃 呃他对于拜登政府呢曾经有就是考虑说啊减少对于以色列的 呃武器的供应呢也曾经很狠狠的这个批评过啊 然后呢我们看到呢呃伊朗呢在呃川普当选之后啊 呃曾经有透露啊就是伊朗的内部人士曾经有透露说呢 呃他们担心呢呃川普上台之后呢 呃会加大啊对于伊朗的制裁啊 还有相关的还有一些相关的这个举措嘛 所以呢他们呢考虑了啊就是在川普呢就任之前的时候呢 有可能会对这个以色列呢呃才采取这个报复行动啊 可是他现在也都没有声音嘛都没有动那我们从呃川普的用人来看啊 他在呃中东的这个政策上面呢显然呢是对于以色列的支持呢会更 是更完更完全的支持啊呃然后在呃相关的什么巴勒斯坦人的这个权益上面呢 我觉得他根本他不他根本不会在乎啊我们看他嗯 嗯他已经他已经宣布的啊他内定的啊他要任命的以色列大使呢 是驻以色列的大使是前阿肯瑟州州州长啊赫雅比哈 他是呃福音派的天主教教教徒 然后他在呃停以色列的立场上面呢是完全的啊毫无保留的停以色列 他根本就不认为呢以色列呢什么叫做占领这个西岸的领土 他的支持呃以色列呢在巴勒斯坦的臀肯啊他甚至于呢 否定了呃这个巴勒斯坦人呢在在以色列这个那个地区呢有建国的有建国的权力 好他认为你以色列如果呃巴勒斯坦你如果要建国的话你去埃及啊你去这些这个中东的这些国家 去你们的这些穆斯林的这个国家里面找一块地方建国为什么要到 为什么要到呃犹太人的这个圣地上面上面来这一块的土地呢是属于犹太人的哈 好那所以呢呃在这样的这个情形之下呢他呃他去担任这个驻以色列的大使 你想他有可能在呃中东的问题上面做什么样的调和顶耐的角色吗啊 然后呃这个阿肯色州州长赫亚比呢他的女儿啊他他自己是前阿肯色州州长 他的女儿呢现在也在担任这个阿肯色州长也是个家族政治啊呃他在今年六月的时候呢 曾经到台湾来访问过啊呃那时候呢他到台中啊去看了卢秀燕啊 谈了双方阿肯色州跟台中之间的合作啊然后也还嗯拜会了大同公司啊 好就谈这个大同公司啊呃在美国这个拓展业务的问题啊那另外呢呃拜登的任命的中东特使呢是 嗯他的同业啊他的好朋友纽约的房地产商啊史蒂夫威 威科夫史蒂夫威科夫啊呃不知道他在中东问题的立场是什么只知道呢他出生自犹太家庭就是一个犹太人啊呃那他任命一位呃他的房地产的好朋友啊然后出任这个中东特使然后关键呢还是在就是呃他自己呢嗯他自己呢在有关于呃中东这个问题的立场上面他对于伊朗是不假词色的啊呃呃他自己呢在有关于中东这个问题的立场上面他对于伊朗是不假词色的啊呃呃他自己呢在有关于中东这个问题的立场上面他对于伊朗是不假词色的啊呃 嗯川普对伊朗是不假词色的然后他在这个他第一任任内的时候呢也退出了退出了这个伊核协议哈所以呢他会不会哈他会不会呃上任之后呢呃呃反而是就是默许啊嗯以色列呢对于伊朗的核设施 进行打击这就那这样子的问题呢就会更加更加的呃呃严重了啊就说川普会不会玩到这么大那就真的都要看这个以色列的呃呃要看这个伊朗的表现是如何了啊以以色也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国家也不可能对川普也不可能对川普服软所以这中间呢呃折冲败痕的这个戏码就会变得更复杂啊呃以色列的战略和事务部部长呢 呃已经到已经到美国啊到海湖庄园呢跟川普会过面了啊那这个人呢是本来的以色列驻美大使啊就跟呃美国方面的这个政界的关系呢就非常的好啊呃然后他就是要了解呃川普在对于呃以色列对于黎巴嫩这事务的立场以色列在伊朗这事务上他的他的看法嘛哈你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场景呢你不觉得这个拜登政府很很悲催吗 所以现在呢其实没有什么人关心关心这个拜登政府做什么事情了哈而且更重要的是呃他们也也国际也认为拜登政府现在能够做的事情呢真的是太少了你在呃前面呢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在呃中东的问题上面在以哈战争的问题上面然后在俄乌战争的问题上面呢就是就是一无就是一无所获哈呃布林肯去了以色列多少年 然后在加萨走廊呢都没有办法都没有办法呢呃取得任何一个停火协议的这个进展然后呃以色列呢对于加萨走廊上面的这种种族灭绝式的的摧毁呢已经到了这是人神共分的地步了哈然后呃这个对于呃美国来讲美国当时呢还讲说啊你必须要在加萨走廊呢要去做这个人道的这个救援呢我们才会有后续的呃武器的提供 提供啊援助啊等等啊根本以色列做了什么以色列其实做的非常非常的这个有有限现在呢加萨走廊如同炼狱一般的呃要面临大饥荒的这个威胁还有这个疾病啊公共卫生的威胁可是呢美国的反应竟然是他们以色列已经做到了符合他们的这要求什么东西啊什么玩意儿啊这个实在是一个很荒唐是一个很荒唐的一个拜登政府的一个很失败的对以色列政策啊 然后你看到然后看到这个拜登政府对于以色列呢毫无无计可施毫无办法然后呃所以呢在这次的选战的美国的总统大选的过程之中有很多阿拉伯裔的这个选民呢就对于对于呃拜登失望啊那当然也连带的对贺锦丽失望所以就票没有投给呃民主党甚至于还有些人觉得说啊搞不好呃川普上来之后他比较快速的哈可以让这件事情 呃呃比较快刀斩乱马的获得一个解决哈甚至于还投了还投了还投了这个川普你看像现像现在你当初投票给川普或因此而没有出来投票给贺锦丽的人你现在看到他的这样的人事布局你后悔吗后悔你后悔有用吗后悔来不及啊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呃这个选举上面的一个调选举上面一个很调诡的地方了好你这些人呢嗯 嗯你如果你如果呃当时呃出来这个投票特别是在密西根州的阿拉伯裔哈虽然呢不见得会虽然不见得呢真的能够扭转选战的结果可是起码呢不会给川普呢这样子一个摧枯拉朽的一个红潮般的一个大胜利啊从总统到参众两院好那这个这样子的呃民众对他的一个背书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空白支票啊就是川普 川普呢就因此呢会有十足的自信觉得他所说的他所想的他所做的就是美国民众所期待的哈这是这是给了他一个呃无比无比的一个授权啊哈好我们再来看他的其他的人事任命哈这个Win讲说这个川普一个人的武林啊退退退打打打 对啊呃他这个这个总瓜哈总瓜的他的人事的任命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哈呃第一个当然就是忠诚哈你对于我要十足时的嗯十足时的忠诚你过去呢曾经有背叛过我的这个记录的话呢我一概好我一概呢就不会再不会再用了哈 第二个呢第二个呢他用了呃传统的这些的政客啊而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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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策略家啦学者啊谋略家那个入阁哈呃来去掌握这政府的重要位置你看像什么国务卿啊还有呃这个国防部长啊呃他就透露出来一个川普的用人的一个 一个一个倾向他这个倾向是什么呢就说你用啊你你用这些呃这些传统的这些政客他的他的他的他就他就比较少机会他就大大的减少了哈跟跟这个川普呢翻脸的翻脸的可能性啊因为呢你是从选区你是从选上来的你今天如果说呃跟我川普翻脸的话我把你给翻脸的可能性啊 你你现在在川普呢是不可挡的这个情形之下呢呃你要想要重回这种政坛呢再靠选举来去重新取得你的这个地盘的机会呢在现阶段来讲还在可预期的可能在一两年之内都是很难很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哦那所以呃你就你就必须要这个乖乖的这个听话你要奠定你自己的分量 川普背书的人在这次的呃国会议员的选举里面呢还有都都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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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的啊然后过去呢背叛川普的人的下场呢都很惨好你看呃这个钱尼的女儿她她在这个整个呃共和党里面的建制代表这种建制派声音呃一一被被清扫殆尽之后呢呃 她在她在政治上面想要东山再起的那的难度呢太高太高了啊 那你现在呢呃任命了这些靠选举出身的这些的政客来到你的政府里面任职 那他他们就是他们要奠定他们自己的分量啊要去闻这样子的一个空气的一个气息 现在呢美国的美国的空气呢就是川普黑帮哈哈就是川普因为他自己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就说要收台湾保护费吗他说黑帮老大不就收保护费吗所以呢他就是一个黑帮老大好然后呢他呃所有呢被他招揽进来的这些的小弟呢都要为他誓死这个效忠呢背叛折死 好你这个没有出路的啦而且你还被你还会被接接到这个追杀那可是他就是记取了他上一次任内的教训嘛他在很多的重要的职位上面呢用了一些策略家好用了呃将军好啊你看像什么麦克马斯特啊什么这些人这些人呢自己呢都非常的有分量好然后呃学有专精然后呃纵横然后在这个战略上面呢也高出川普 很多啊然后他们就当然就是看不惯呃川普的一些很荒唐的一个政策哈所以呢他们后来呢都招他们后来呢都遭遇到的川普那时候他还没有他还没有弄他的那个truth social哈就在推推特上面呢就把他给fire了好就把他们给fire了他们自己本人还不知道咧然后就在推特上面把他给fire了那他为什么他这次还要还要受这样子的气川普对于军人的 那是有一定程度的崇拜和尊敬的啊因为他毕竟呢他自己呢是西点军校出身的啊但是呢他记取上次的教训你任命这些呃将军来呃出任你然后把我把呃管我呢像是管这个管这个小兵一样那我我这个川普老大我现在呢才不吃你这一套呢所以呢他呃国防部长 找了一个福斯新闻的主播来当呃国防部长他是当过兵没有错啦哈但是他们的那种的经历呢跟真的是有战略思想的呃这些将军或者是呃国际政治战略呃学者真的是差太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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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而且呢这这位这位呃福斯新闻的主播 他说他也不像他也不像过去呢呃在川普任期的时候呢呃担任呃国防部长的人呃他们好歹比如说在之前的时候呢呃曾经担任过什么空军部长啦或什么样的部长有有有各方啊多方的这个历练呃他单纯就只是 他只是在普林斯登大学毕业之后在哈佛拿了这个研究生的呃学位之后呢呃就是加入陆军好然后他在这个关达纳摩湾伊拉克和阿富汗呢执行过任务啊我想他在战场的这个行动上面是表现的还蛮英勇的吧哈所以他得到了两枚的同心勋章和一枚的作战步兵的正牌哈嗯然后他是有呃有组织了 就是两个啦哦退伍军人的呃的这个协会啊然后还出了一本的畅销书叫做对勇士的战争啊你看这个川普为什么用他哈 川普为什么用他他在这里面呢强调了呃就是说他在这本书里面呢凸显了就说左翼对于勇士的一个背叛所以呢川普呢就是要用这样子的一个呃打击啊左翼人士然后非常就是比较右翼的 右翼的保守派的人对他来来来来这个就是宣誓效忠嘛哈然后呃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个川普呃不这样子的一个川普然后配上一个那你有什么大战略政策啊这位海海格赛斯他会有些什么样的大战略政策完全看不出来哈然后这样的人呢配合上这个配合上呃他的这个国家安全 顾问啊呃也就说绿北帽出身了哈但是呢也就是一个也就是一个也就是一个军官嘛并不是一个降级的就是并没有一个全盘战略观观点的人哈呃来做他的一个国防部长 然后呢一个是呃国家安全顾问所以你就知道呃川普呢他就是不要用就再也不要用那些可以可以去在不管是资历啊或者是 在官显上面呢过去在军中的这个呃位阶上面呢能够压过他的人了一切呢只有川普唯川普老大命侍从 我觉得我们的网友呢真的太棒了啊非常的有非常的触类旁通哈 哈哈他讲到我们刚讲到呃川普任命了一个福斯新闻的主播担任国防部长 然后我们的网友呢Jim王他就说唐湘龙是新闻评论员主持人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国军预官排长 这也是一个唐湘龙可以当国防部长的概念对真的也不错哈不过唐湘龙没有参与过实战哈这一点呢书啊这位呃内定的美国的国防部长赫格赛斯好我再讲一下这个赫格赛斯啊他的那个呃对勇士的战争这本书呢 他写出来之后啊他在呃纽约时报的畅销书的排行榜上呢还停留了九周其实就两周呢位居榜首 我们可以看他那个书里面的一些的内容啊就知道这个人呢是非常右翼啊保守的很极端的人啊他对于呃他对于军队里面的多元化他的批判很多的 他到后来呢其实是被呃军队给给其实是被军队给fire了啊因为呢呃军中呢认为说他是被他被军队给fire 他是他自己主动离开军队了哈但是呢呃因为呢他觉得军队不再需要他认为他是一个极端分子 因为他抨击军队里面的多元化的问题哈而且他说呢嗯他是被被背叛哈这些掌握着我们的自由并且背叛并且背叛了我们哈他不想再在军队里面继续呆了哈他说下一任的美国总统需要彻底的改革五角大厦的高级领导臣 让我们做好保卫国家和击败敌人的准备很多人应该被解雇好应该被fire啊嗯然后呢他说呃他强烈抨击了美国呃美军内部的觉醒文化誓言要重整呃国防部好将所谓的觉醒将军从军队中清除出去那觉醒文化是什么是呃从2010年以来啊美国人对于像有色人种啦 还有这个同性恋社群啊啊女性身份认同的政治左翼运动的这个称呼就是LGBTQ啦哈嗯你看这样多可怕这个呃华尔街日报呢就有报导说川普的过渡团队正在考虑一项行政命令草案好要有一个退役的高级军官组成的战事委员会好赋予他的权力去审查所谓的这个这些三星还有四星的军官 以及给出罢免哈就是你要去你可以给这建议你要去罢免那些不适合担任领导职务人员的建议所有主张这个军队里面呢应该要有多元的啊这些通通都要要fire的你通通要被赶赶出去了哈呃川普的呃现在发布的这个名单啊人士的这个名单里面充充斥着呃保守的氛围哈呃比如说像这个马斯克还有 另外一位企业家呃拉马斯瓦米呢这两位呢也是非常的也是在这个性别意识上面呢也是非常的保守的非常的传统的啊呃马斯克我们知道嘛他是在他之彻底的跟这个拜登政府呢翻脸啊彻底跟这个民主党翻脸呢就是因为他女儿啊要变性啊要从不他儿子变性了他儿子变性从男的变成这个女的 啊然后呃加州加州呢通过了一个法律就是呃你如果你就学生哈未成年的这个学生呢可以在学校的这个相关的资料里面呢就依照你自己的这个自觉来去填写哈来去填写呃你的性别性别取消而且不用通知这个家长他觉得这是适可忍输不可忍啊有关于他跟他女儿之间的呃争议啊我们之前也已经一再的讲过了啊 那现在呢川普呢呃呃就是宣布要由马斯克还有拉马斯瓦米呢要担任这个政府效率部要来负责政府效率部要来去彻底的改造美国这个呃呃这个就是很充斥着啊腐化啊然后呃深层政府啊要去改革他们啊那呃他会他会要去 他会怎么样要加强他的这个效率啊他会怎么改革啊这非常的令人好奇啊呃最极端的这个做法呢也是马斯克呢之前的时候他曾经有提过而且主张过的啊就是他要把他把联准会给废了他把联准会给废了啊呃他说这个联准会呢呃就应该要受到这个总统的领导他说呢我们现在呢这个美联储呢是 就是背离了这个宪法啊他要废掉这个呃呃联准会他觉得呃应该把有关于呃就是有关于这个呃资金哈有不能够再由这个联准会联准会我们知道联准会是由这个美国的这些的银行啊他们所共同来去组组成的多家银行组成的一个机构 哦他是独立在这个联邦政府之外的啊然后呢呃呃他他其实也被认他其实他有他的问题所在了哦他被认为呢他们是呃比较服务于华尔街的啊这些的金融的大鳄哦没有在呃一般民众的这样去着想但是呢呃他要他主张这个费这个联准会然后把这个财政的货币政策呢都要来收归这个政府好然后这个汇率 利率啊政府啊呃税收啊公共开支啊通通要由白宫来一手来包办呃这样子就是其实这样子就等于是呃美国总统他自己就是就是金融沙皇了哈他所有的呢都可以来去去操控然后这也更有利于他要跟这些国家呢大打什么汇率战啊贸易战啊就是变成是更不受更不受到控制了哈这是很这个是个很可怕的 一个想法了哈他是认为说马斯克的主张呢他就说呃要把啊要把啊要把这个呃联准会废掉了之后呢呃缩小这个联邦呃缩小联邦政府的规模然后全美国的各州呢都应该废除对金还有银征税的这个法然后恢复把金银呢视为可替代美元的法定货币哈 呃而且呢呃应该呢要去跟这个美联储的应召机制来征税哈以货币的发行量作为量税的这个准则他呢还邀请了啊还邀请了这个呃所谓的这个自由主义的一个人啊叫做罗恩保罗他就是主张废除这个联准会的人啊来加入这个联邦效率委员会哈嗯所以他真的会这样子大刀阔斧的 来这样子动吗真的是能够过得了吗这个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啦哈虽然说呃在参众两院上面呢呃看起来呃参院呢是共和党的已经掌握了多数哦众院呢应该也是在共和党的手下但是真的是这样吗好那呃呃这是一个假设真的是这样子对的话光是推动的时候就会引起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啊嗯另外呢就是他对于教育部啊川普呢也想要 占占卜其实在上一任的时候他就主张要把教育部给废了啊要把这个权力呢归到各州啊然后呃这个州的这些呃州最知道要怎么样去教育我们的呃这个小孩啊不要让不要让这个不要让这个联邦的这个教育部呢来去灌输他们这些错误的一些想法啊各州呢才能够真正的实行这个爱国政策这个这个他要废除教育部的主张 马斯克也是之马斯克我相信他也是支持的哈他对于呃现在呢嗯强调的这种多元啊多元性别什么我想他应该是觉得他忍耐到了极点吧哈呃另外的这位也是在政府效率也是跟马斯克呢一起呢要到去负责所谓的这个新的一个政府效率部的呃企业家拉马斯瓦米套年轻啊他才38岁啊他是一个印度裔的移民这个人呢我觉得他 他是一个阴谋论者啊他现在是在呃弄一个嗯生物科技公司好他我为什么说他是一个呃阴谋论者呢他他主张呢要废掉联邦调查局好然后呢他认为呢在911他毫无证据的情形之下啊他说在911事件里面呢有联邦的情报人员呢就在那个911的飞机之上是怎样是故意的吗是故意的要要去 让美国遭到这么大的一个伤害呃要来去遂行是什么要来去遂行什么吗遂行打击恐怖主义吗这是他的他的论点很很很神奇哈然后他也是一个反这个所谓的觉醒主义的一个代代表人呃啊他谴责呃这样的一个觉觉醒主义他谴责呃这些企业哈把这个企业的目标呢建立在所谓的社会正义啊和气候变迁上面啊 然后呢他在呃有关于呃政策上面呢也是非常的非常的反中的啊他曾经在这一次的美国的总统大选的共和党的初选里面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呢他是加入他是参与初选的啊可是他在这个爱华和爱荷华州的这个初选呢呃就是很低啦他那个很低之后他就退出了退出了以后呢他就全新的啊支持这个川普 支持川普的马嘎哈然后他是非常的反中的啊然后他对于乌克兰呢也是不假辞色的他认为呢美国呢就应该要全面的禁止跟中国做贸易然后在呃有关于俄乌的问题上面呢呃乌克兰呢就是要呃要做这个重大的让步哈才能够结束这场战争你看他用的都他用的都都川普用的都这些人呃啊然后呢对跟台湾呢息息相关的呢 是在是在一个哈他说嗯美国呢应该要改变啊战略模糊的政策应该要在改为战略清晰然后那个前提是什么他说呢当美国的半导体能够独立自主当其他的事态有变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重新评估所谓的战略模糊那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美国过去保护台湾就其实就是在保护台积电嘛 哈就不能够让台积电呢被呃中国大陆呢就整个这样搬走哦不得了了这个川普不是川普习近平如果说占领了台湾的话呢那不得了了那这个所有的这个台积电呢就被中国拿走了然后全世界的这个半导体呢就被呃中国呢掐住这个咽喉了哈但是当这个呃美国的半导体能够独立自主的时候而且美国现在也正在这样做呀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时候呢其实就不担心了啊就不担心呃会是怎么样了啊 诶但是呢当这样子的一个独立可以独立自主的时候呢呃他的主张是说我们可以呃美国可以这个呃战略清晰 他的那个战略清晰是在呃中国打台湾的时候要来出兵保护台湾吗还是说就可以把台积电给炸了哈哈哈就说你把台积电给炸了然后呢就就让这个中国大陆呢就失去了呃来掠夺台湾的 这个兴趣了会是哪一种会是哪一种就很可怕有没有这人这种是这人是疯子的是神经命的就是阴谋论者好可怕这这个一个印度裔这一个印度裔的这个移民呢为什么会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嗯右翼和好战的一个想法呢这很神奇啊这是非常的奇怪哈然后呃然后这个呃川普呢 他用了南科达州州长呢诺姆呢去担任他的呃国土安全部部长啊他是川普就胜赞他啦他是第一个呢派出国民警卫队到德州呢去对抗拜登的边际政策的边境政策的人啊而且呢他还支援了八次好支援了八次可这个人呢多可怕呀本来川普呢这个女他是一位女士啊本来川普呢是要呃 考虑他的副手人选里面呢这位诺姆诺姆呢是其中之一好是其中之一但是后来呢因为他自己呢承认他曾经把他的狗给杀了好所以呢就被排除在名单之外怎么这么恐怖的人啊川普怎么都用这些人啊啊你看多可怕好最后十十秒钟 然后柯文哲把头发给剃了他今天在出庭的时候他要用剃头来表明他的清白坦荡和抗议吗呃他这样的动作到底代表什么呢能够掀起一波浪潮吗 我可以帮你帮你帮我把我帮她切啊 再给你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